今天丁丁channel要介绍的就是红绿豆水 为什么要介绍红绿豆水呢 因为香港的天气夏天又湿又热 你会发觉如果你去旅行 譬如我们去韩国、日本 如果夏天是热的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粒刺的感觉 但是香港就不是了 感觉上又热又流 好了 这种红绿豆水最适合香港的天气 它的材料很简单 就有绿豆 还有红豆 而所谓红豆呢 这个就叫小红豆 即是我们平时的妈妈煲汤给我们的叫赤小豆 所以红绿豆水 每样材料都用15克 如果你家里或者你写字楼已经有一个暖杯的话 那就最适合了 任何牌子的暖杯都可以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叫做炆烧杯就可以了 那我事先就把那些红绿豆 就已经用热水 热一热 即是说 把热水 把那些髒东西过去 然后就倒入杯中 倒入杯中 如果你自己是写字楼 是有个热水壶的话 那我就建议自己煲水 尽量喝少一点蒸餾水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紧 公司的Pantry 应该有水 我现在假设 这里就有一个鱼水煲 而这个鱼水煲的好处就是大家看到 很小的还可以摺起来 所以很有趣的 我们就把水倒进去 大家看看这些烟要很滚的 好了 当我们倒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盖盖了 我们倒门了 然后我们就盖盖盖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呢 当你放到四五个小时之后 可以打開蓋 烤了4小時後可以打開蓋 打開蓋後 大家看到水是啡啡色的 倒出來看看 倒之前我會建議大家 用一匙羹 為甚麼呢 因為始終有少許沉澱 倒出來後 大家會看到 紅豆水和綠豆水混合起來 在杯裡 你會看到紅豆和綠豆 還未發起 即是不像我們平常吃紅豆沙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發起了 皮已經爆了 其實淀粉會走出來 這樣喝了其實淀粉質很重 很容易肥